热水箱齐美部落检疫自在水从海魁台风重创管线毁损到现在还没有修复完成 虽然检水委员会先行抢修但是供水不稳定 有的时候断水两个星期的时间造成居民生活很不方便 接获居民反映的相公所表示说将会以相预算来解决燃煤之急 后续检水整顿修站会再重常记忆 打开水龙头却流不出一滴水来 这样没水的生活其美部落居民已经过了两周的时间 生活不变苦不堪言 现在打开水龙头都没有水 我们现在就只能用着那个大的桶子来装着雨水 要怎么过生活都没有水 我家里因为有个小水塔那个还好 可是缺水的时间到现在大概有约两个礼拜的时间 所以这个村民没有水的情况之下很不方便 身居海岸山脉的瑞穗乡其美部落 家户取用检疫之来水供水 今年碰上海葵等台风竭里来袭 水源头与管线多处回损 虽然部落检水管理委员会已经先行抢修 但仅能治标不能治本 民生用水供水不稳定 断水也成了其美民众的日常 真的很麻烦呢 也不能洗衣服洗东西都没有办法洗 里面都没有擦的 地板都没有洗的 怎么办呢 到很远的地方拿水 对呀 去挑水啊 到沟河去挑水 管理委员会也向商工所反映 请求协助 工所原新客者表示 海葵台风灾付不住款项 由于涉及到采购问题 可能无法立即支应 因此先以商预算来解决当前之急 并也协调消防队协助送水应急 紧急修缮的话 我们其实在上一次的海葵台风 有一个灾害修复补助 那因为灾害修复补助的话 因为我们有一些经费上的问题 比较没有办法就是立即的处理这件事情 因为有到涉及到有些采购法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能就是用箱内预算 先紧急的修复 先让他们箱米赶快先有一个水的部分 除了治标应急 相公所计划提报明年度减水修缮计划 全面提升奇美部落减水设施 而至于何时正常稳定的提供民生用水 部落主任也希望相关单位积极作为协助处理 记者是越南瑞瑞采访报道